中央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星期日尾場賽事 由進鋒 起青衣運動場主場迎戰講會 今季第一次起主場出擊的進鋒 開賽初段立刻採取主動 五分鐘一次角球攻勢 艾伯簡勞美處接應 港會一輪混戰之下把球解了為 但前鋒李奧就在禁區裡犯手球 球證直指十二碼 十二碼由廢利普薩操刀 但就被港會門將廢查捉到路舊出 形勢處於被動的港會 之後更加有主力羅賓士高雙出 要由李小幸入替 不過想不到先開紀錄的竟然是他們 三十七分鐘 安高沙接應角球近門頂入 港會領先一比零 上半場尾段 進鋒在前場搏倒罰球 葉卓文頭脫攻門 但被廢查接實 半場港會領先一比零 換邊之後 進鋒差點又再失波 港會大腳送前 進鋒的後衛以為李奧越位 門將林俊傑也遲了出營 李奧在禁區裡面對空門 但起腳竟然不中目標 廢利普薩起七十四分鐘 還以將功補過 憑一己之力 由中場爆到上前場 禁區頂勁射破網 為進鋒追成一比一 尾段進鋒有何獅子和廢利普薩夾擊 何獅子一拐之後射地球 但就過不了廢查 港會都有個角球攻勢 李小行射門省眾人改變方向 但還是差一點點 最終兩隊握手賢和 角得一分